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头广场的环节 这次在我身边有我们研究部的经理,陈伟冲Jason Jason早晨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大市方面的情况 看到恒指今天仍然跟随外围偏远 暂时跌近74点,报23638点 今个星期似乎大市未见到重大的利好消息 跟着美股走,有个整固回调的势头 未来大家是否会聚焦今晚美国方面的飞龙数据 下星期的走势又怎样看?Jason 看到近期美国出来的经济数据方面 表现相当之好 但出来的数据帅子不一定会令市场升 特别是说近期都将面临联储局方面的议释 所以如果说这些数据好 大家都会揣测 会不会有机会在今个月 会议上就开始有个减买债的行动 就算你说不是即时退市都好 但如果你说那些官员或者白兰克出来说的说话 都是开始是比较乐观些 还有预测未来的经济复苏都会是比较快 甚至乎都可能订为一个比较较确切的时间表 就可能在下年开始就会退市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令到资金会有些提防和警戒 变相就令到美股是之前创了一些所谓的历史新高之后 近这个星期都叫做做一个调整 如果你说市场的焦点是摆在美国的退市时间 大过内地改革的方向的话 意味着如果你说今晚的劳工数据出来 都仍然是强于市场预期的 相信整体的形势都可能会有调整的空间 但是都可以留意 因为整体你说美国虽然好像有些调整 但是说今年以来 其实美股都涨了接近是两成多到三成多 但是你说港股这一刻来计 比起今年年初的水平 都只是持平 就是说升少少就不是特别明显的 所以既然你说之前美股领先了这么多 所以你说这一阵去的回调 做回多一点都绝对不出奇 但是你说港股是不是要跟着整个调整的幅度 我相信机会就不是那么大 而且你看到内地A股近期来说的走势都不算差 即使你看到它在礼拜初 因为它公布了IPO重启的消息 令到有些东西浸荡也好 但是其实最近这几天都开始是回稳的 只要你说未来市场的焦点 仍然都放回到一些中资股上面 12月的资金仍然是会继续做一个分析厨 追回一些比较落后的中资股的话 我相信整体恒指的跌幅未必说会太大 今个星期做一个所谓短期的整固 但是见到指数落到现在接近23,600点这些位置 都是挨近20天线 以及这一条之前整个横行通道的顶部支持区 如果你说短期里面 守得稳在这些位置的话 整个的升浪我觉得都是未有改变的 当然你说连这些位置都是大成交跌穿 就要小心一点 否则受得稳这些位置的话 我相信未来恒指在今个月的月中 或者是圣诞之前 就有机会可以再上去 24,000这些位置去收 不如看看内险股方面的情况 就是看看中人兽2628 之前走势相当之强 见到这几天股价暂时是休息 今天见到大和方面都出了一个报告 就是调高中人兽方面的评级 由持有调高到去跑赢大市 就说相信国售已经改变业务策略 不再只是追求保费收入的规模 改为集中推出更多纯保障类的产品 就相信可以提升利润率 相信新业务价值在下半年都可以复苏 Jason 见到你刚刚这个星期的每周一股方面 就是推中人兽 见到你也有提到 就是看好一些退休的保险产品方面的发展空间 这份报告是否都和你看法差不多 是啊 基本上是八至九成是相同 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 未来内地的受险业的发展 就不再好像以前那样 就单单推一些分红险 或者一些投资产品出来 就被人做一些所谓短线的部署 就是你说之前来说 当我市好的 那么那个回报率有成五厘多六厘 那不然就很多人去到投保 就买一些两三年的一些产品 完了之后就当是收了息之后就算了 但是未来的发展其实都是趋向一个 所谓的传统保障型的产品为主 刚刚你说的 例如说一些退休保障 一些企业方面 帮一些员工所制造一些年金的产品 还有可能一些在香港现在都很热的 关于一些意外 危责 住院等等这些保险产品 其实我相信都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在 但是当然你说要发展这些比较长年期的产品 必定是会令到短期的保费收入里面 会有机会减少 因为之前在那个一股的时候都跟大家说 就说那个保费收入很多时候 如果你说单靠一个短期的公款 或者一次性的公款 就会令到那一年度的收入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上升 但是相反 如果你说要推一些比较长年期 那些人是要分期工的话 那变相就未必说 就是将所有的保费收入都会集中 在第一年那里就能够体现出来的 那变相你说去到下一年来计 国寿在保费收入的增长 的速度上面会有机会放慢 那但是不要忘记 就说在一年里面收不到那么多 但是如果你说大部分 投保那些的产品都是长年期 包括你可能五年啊十年的话 那意味着每一年 都会有一个较稳定的 逐宝的保费收入在那里 那所以我相信 对于那个新业务价值来计呢 就应该会有一个 就是相对比较大的推动力 那所以你说国寿在未来一段时间 我相信都仍然是会受惠到 一个国家政策 或者推出更加多些长年期的 补偿性产品 令到它的股价都可以 还有一个上网的空间 不是的 亦都看看中人秀的股价方面 今天暂时就是报25.5 暂时升不够1% 看到大和方面 评级就看到28.9 Jason 之前你每周一股 看那个目标价 似乎看到更加进取 到32元 是否觉得中人秀 都比较适合做一个长线的部署呢 是的 基本上就是说 之前订32元 就不是说预计 今个月就会立即爆到上去 这个都是一个中长线部署为主的 因为你看到其实国寿 虽然最近这半个月 都由20元左右 就升回上去 现在25.5 你看看短线里面的升幅 的确实也算是挺大的 但如果你说看那个所谓 Price to EV 就是我们用来衡量 保险股股值的一个指标 其实现在的倍数 都大概是1.3倍至1.4倍 比较平均值 都有两倍以上来计 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只要你说A股做好些 再加上推荐那些保障性产品 是真的受欢迎 需求是大的时候 我相信股值方面 都仍是可以再提高些 所以如果你说 现在由1.3 1.4倍左右 升回上去2倍 基本上 向上望的幅度 都还可以有2成多 至3成多 所以当然 短线里面 做一个短炒的 上面先看 今年年初 一月份的高位 27.35 但是如果你说 打算拿到下一年的年中 真的等我股值重股之后 看目标价 你说上回到30元 流上 其实都不出奇 谢谢 Jason 让大家看看一众内险股最新的股价表现 中人寿星五仙 中国平安跌一毫半 人保跌三仙 财险跌两毫四 中国太平升两毫二 中国泰保报32.6 新华保险跌两毫半 报27.9 好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会继续和Jason跟进市房 没有走开 稍后回来再见